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既然设这个表示就是说要人家能够方便嘛对不对 可是既然不方便的话那不是白色的吗 比较有点不好 因为人有延迟我要怎么办 民众的抱怨恐怕也无济于事 因为大安森林公园可是看到记者在拍摄才开始有了动作 因为这里上去的时候里面按下去就会响 这个尴尬了开启总电源后 警机灵可是响得贯彻云霄 街头电源的警机灵上还会有亮点亮起表示正常 不过对于这种情形工作人员有话要说 民众抱怨公园 公园却把皮球反踢给民众 到底要怎么解决 主管单位台北市公园处可得要想想办法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加装那个 不要让民众能够开启的这个设备好了 那我们比较能够管控 大安森林公园是人来人往的自由空间 只是这样的自由却没办法确保民众的安全 2003年公园南侧 甚至还成为白米炸弹客洋儒门放置炸弹的地点 下个月又要迎接花博 大安森林公园还是花博的展示区 如果警机灵还是民众口中的如同虚设 万一发生什么事不仅国人安全无法保障 恐怕未来还将丢脸丢到国际区 明镜西小云 陈青春 谢继琳 台北才能报道